韓國會公布兩岸政策白皮書 前國安會秘書長蘇喜他表示 為了選舉看到有人再度的 操弄了這恐怖牌 強調台灣的未來正處於生死關頭 從國家安全面臨的威脅 並且表示他很擔心 明年1月蔡英文如果連任的話 台灣會進入火山爆發 我其實已經退休了 但是我願意走出我的退休的生活 來參與這場決戰 因為我覺得台灣現在面臨一個 生死的關頭 生死的關頭 我研究這個問題已經30多年了 30多年在政府裡面工作 也將近也十幾20年 那麼我從來沒有看過 台灣的國家安全面臨戰和威脅 要打一個比方的話 我覺得台灣我們現在要擔心 明年會不會火山會爆發 台灣是一個火山很多地方 地震很多的地方 但是我們平常過日子不會覺得它存在 可是我們長期研究長期觀察的話呢 就注意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跡象 各式各樣的跡象 那現在很多跡象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來了 大陸老百姓以前對台灣非常友善的 現在89%是主張要無力統一台灣 那麼大陸的官方跟台灣的官方兩邊對罵 子民對罵 這個戰鬥機 轟炸機 軍艦在台灣這邊繞來繞去 然後各式各樣的這個各式各樣的指標 台灣現在還在伸手管這個搓香港的事情 然後台灣寄望最深的美國現在忙得要死 最近這個伊朗這個有幾千 這個用這個無人機去炸沙烏地阿拉伯的油田 結果美國講說要報復也完全沒有動 那麼幫助美國打仗打那個伊斯蘭國的庫德族 美國人說放棄就放棄 所以大家在台灣很多人還期待 美國會來幫助台灣來對抗 比伊朗 比敘利亞 比土耳其更強大的中共 所以這種錯誤的期待 然後再加上兩岸軍力的對比 再加上現在的兩岸的政治關係 我非常擔心明年假如蔡總統選上的話 台灣會進入火山爆發的事 所以今天我要特別到高雄來表達我個人的一些 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謝謝大家 現在有請蔡局長 在這邊跟各位做報告 主要的原因我們是深刻的理解到 依照現在台灣的處境 如果不能搞好兩岸關係 所有台灣的生存跟發展 可能都會遭遇到相當的阻礙 所以我可以這樣很坦白的說 一個不能夠搞好兩岸關係的人 絕對不是一個優良的領導者 也不是台灣這個 我們面對困境要的一個領導者 我認為兩岸關係 近年來在相互不斷的碰撞 對抗 報復下 已經較過去任何時期 更加的脆弱更不穩定 兩岸的包容性不見了 理性對話的平台不見了 更多出現的是一件想自爽的幹話 跟世事而非的歪領和仇事 為了選票 是國家安全一步步保治 所以我預再呼籲 最正的台灣領導人 請簽穩定兩岸的關係 厚值台灣的實力 才有爭鬥的本錢 而不是將自己的黨派利益 放在國家的利益上 將自己的反中仇中帶來的風險 就要在美國 日本的聲岩 救援上 兩岸關係 就我各年長期的研究 我認為現在沒有滑倒 現在唯一的滑倒是拖下去 但是不要失控 既不能讓大陸有寡婦死的兒子 大家都知道他想什麼 讓他有一種無望感 但是也不能任他以取以求 但是兩岸的關係一段失控 他將走火得受的風險 絕對是一場大災難 所以就我們的選民來講 大家都應該仔細的去思考一下 謝謝 兩岸的話題硬邦邦 我實在很擔心 到底有多少觀眾 在假日的時候願意花心思 但是兩岸議題又非常非常重要 是2020年大選非常核心 非常重要的話題 你可以看出來 韓國瑜他在這一天擺出這樣子 被形容是黃金陣容 包括了前陸委會主委蘇起 還有前行政院長張善政 前國安局長蔡德勝 還有前陸委會副主委趙建民 這樣的一個在藍營裡面 兩岸入宿的黃金組合 他挑這一天公布這樣的一個 兩岸白皮書 可見在他心目中 這個兩岸政策在2020年大選裡面 是重中之重 讓我們也可以特別講到說 他現在特別對芒果乾直求對解 他推出來的是安全感 安全感不知道有沒有任何諧音 跟王國感可以做對比的 韓國瑜說兩岸目前沒有統一的條件 也沒有獨立的條件 所以大家不要再把它抹紅了 所以他就是要幫大陸來代言人 沒有這回事 他說沒有統一的條件 也沒有獨立條件 我們沒有人會有權力幫下一代 來做限制選擇 台灣也不是任何人的附屬品 這個講話跟總統的談話有那麼一條性 有一點像 他也絕對不容許任何人傷害台灣 一定會堅持捍衛中華民主的主權 那也提出了四個願景 第一個 一定要捍衛中華民國主權 堅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第二個 兩岸要恢復互信 建立兩岸對話的架構 第三個 建立我們自己國內朝野的 內部的對話機制 第四個 以台灣民主化的經驗 為大陸政治改革提供借鏡 只有大陸民主化 才可以確保兩岸和平的發展 所以他這個四點裡面方方面面的 另外一個他也痛批蔡總統 他說蔡總統現在一直在操作 所謂的芒果乾 也就是亡國感 他認為怎麼可以把台灣跟香港 並列在一起 中華民國是有憲法 有主權 有國防 有關稅 有憲政體制 你硬是要把香港這一個特區 擺在一起畫上等號 這才真的是亡國感 所以他覺得蔡總統是一個 不負責任的政治人物 大家也關心說 是不是以後會有所謂的韓習慧 韓國瑜他說 其實我們自己如果有自信 比如兩隻腳 兩隻腳這形容很像郭董的兩隻腳 但是他兩隻腳是一個是自由 一個是民主 站在民主之上 是他們的生活模式 生活最高的價值 他覺得未來台灣人 不管跟誰見面 做任何事 都是充滿信心跟樂觀 所以他覺得 我們自己有信心的時候 不管見誰 那都不是問題了 蔡英文在講 九二共識是一國兩制 蘇琪 因為蘇琪必是一國兩制的 不是一國兩制 是九二共識的起草人 他特別講到 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 才是正港的 從來都沒有變過 他認為將來韓市長當選 絕對有能力讓兩岸和平恢復 九二共識跟一國兩制 被連在一起談 不是習近平連的 是蔡英文連的 蔡英文把一國兩制 這個添加物丟到湯裡面 把它混在一起 變成是一個毒湯 他騙老百姓去爭取選票 但是其實 韓國瑜其實是反一國兩制的 為什麼 連獨派都認證了 獨派9月26號的時候 其實是要打他的學歷 打他的論文 說他們其實立場是說 韓國瑜這個驚習不一樣 說以前跟現在是矛盾的 可是其實韓國瑜 從來都沒有變過 他31年前碩士的論文 他就已經預知了 香港反送中的運動 而且最爭域的逃犯條例 會是一國兩制致命的矛盾 而且對一國兩制還有和平協議 都認為是不可行的統戰伎倆 他到現在其實也是這樣講 韓國瑜講了800遍說 他不能支持一國兩制 除非over他的body 講成這樣子 獨派的人始終認為 他現在還是支持一國兩制 所以他在他們眼中才會覺得說 你驚習不一樣 可是剛剛好 就是你這樣的比喻 大家才覺得說 其實韓國瑜驚習都是一貫的 都是一致的 那面對習近平1月2號 一國兩制的談話習四點 國民黨其實 我跟你講每次我最近談這個兩岸的時候 感觸會有點深 你還記不住 你會想一下1月的時候 1月2號的時候 習近平提出了習四點的時候 蔡總統我覺得他應該當時 是有國安情資 所以他馬上立刻有反應 他馬上在國內的政治上的操作 他就把一國兩制習談話 跟九二共識畫上了等號 馬上一舉就把九二共識 打成票房毒藥 當時藍營上上下下 包括吳主席 包括馬英九 都沒有人敢出招 第一天沒有任何人出來講話 韓國瑜剛好也沒有行程 後來韓國瑜終於有行程了 他一出來講 就講了兩個不用懷疑 他一講完之後大家聽了說 其實他講得還滿不錯的 至少他肯接招 而且有新的這種新的論述 接下來其他人再出來的時候 其實都一直重申九二共識 所以大家那個時候對韓國瑜覺得說 那個時候他聲望也高 對他就覺得這個還滿有智慧 而且他非常懂得兩岸的情勢 有論述的能力 可是現在隨著他的民調 起起伏伏的 大家已經忘記了當時他的風采 那針對這個兩岸論述 包括今天這個話題 我們現在視訊連線到趙建民 趙建民 趙建人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趙建人我想請教一下 選在國慶日這一天特別來發表 兩岸政策的白皮書 是不是有特別的意義 當然我們選在這個日子裡 發表韓市長國政顧問團 他會發表很多的政策白皮書 這是我們第一份 那就是因為我們感覺整個中華民國 現在都是根基已經鬆動了 在這個民進黨執政三年多以來 我們覺得這個台灣現在越變越小 我們需要在國慶這一天 告訴我們的同胞 我們的政策是這樣 我們希望未來台灣 可以把它做大起來 趙建人請教一下 今天特別大家有講到 這個亡國感的部分 亡國感其實是今天最核心的關鍵 韓市長希望給年輕人給國人的是安全感 而且他特別講到說 希望年輕人上的這個是職場 而不是戰場 那是不是蔡總統現在 他營造出來的兩岸路線 讓人家覺得是走向戰爭走向危險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滑稽的事情 因為在蔡政府執政三年多以來 我們外交上一拜再拜 三年半斷交了七個邦交口 我們現在是有史以來 中華民國最孤立的時候 然後其他的國際就是一直退讓 當然解放軍也是步步進逼 因此我們情況是很嚴重的 那麼蔡總統 他沒有告訴我們他該怎麼辦 反而說這樣一個亡國 可能出現一個亡國的危機 第一是在他假如別人當選之後會發生的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論述 因為在他執政時期 台灣社會出現了亡國感的感覺 他沒有能夠提振我們對我們國家的信心 那主權各方面好像都是出現很大的問題 因此他不斷的用 這是他一直在用的 他不斷用亡國感 芒果乾這樣的一個名詞 我們覺得這是不負責任的 趙經理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現在在一般的國人 尤其是年輕人裡面 對亡國感這個已經有點混淆了 因為蔡總統說 現在如果是藍營執政的話 會有亡國感 可是在藍營的人覺得說 如果讓蔡英文繼續執政的話 中華民國才真的會被消滅 那你怎麼看 年輕人到底要怎麼去分辨 哪一種亡國感才是真的 這個情況已經很清楚了 我們為什麼以前在馬總統執政時期 甚至在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期 大家都沒有亡國的感覺呢 那為什麼是在現在民進黨執政 三年半之後出現亡國的感覺呢 你要問我的意見 就是說我們的主權越來越弱 國際上對我們步步進逼 我們現在非常的孤立 大家當然會擔心的 那在這三年半 這個台海風雲日高 對不對 解放軍的軍機 軍艦繞島這個航行經常發生 他的戰機飛過台海中線 這些都是現在發生的 因此國人會有高度的不安全感 我是可以理解的 我個人覺得 我相信很多人會跟我一樣的看法 就是說總統以及他的國安團隊 要告訴我們他有什麼辦法 可以使得我們覺得國人覺得更安全 不會有亡國的感覺 趙教授想請教一下 在接下來的選戰當中 這個亡國感恐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最近的有一兩份的民調也顯示出來 覺得這個反送中的議題好像 他的效力有在慢慢的遞檢當中 所以韓市長的這個民調也慢慢的從谷底裡面爬升 你覺得接下來這個反送中的議題 在2020的選舉他的變化會是如何 我個人覺得這樣 就是說香港它是一個我們華人的驕傲 不只是華人的驕傲 它是全球的一個經濟的奇蹟 它到現在為止 它是亞洲地區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跟東京跟日本東京 而且它是亞洲地區最大的轉運港 它也是一個非常發達的資訊中心 所有以上將它的成就 是在中國大陸過去幾十年 這個崛起以來 沒辦法取代香港的地位 因此我們的看法 韓市長的看法就是說 我們希望香港可以 就是我們當然是尊重香港這些人的意見 顯然很多走上街頭的香港人 他們希望香港更民主更多元化 我們覺得台灣的經驗可以借鑒 我們願意幫助他們來 就是說發展出來一個更多元 更民主的一個統治的方式 這一點我們跟執政黨相似的 可是我們感覺就是說 我們希望香港可以趕快 它情勢趕快落幕 趕快穩定下來 它可以回到它原來發展的 這樣的一個軌道上面去 我們也希望香港的這個政府 他們可以了解他們這個老百姓的需求 可以展開對話 我們在這些方面 我們希望香港趕快穩定 我們看不到我們的政府 我們覺得我們的政府 只是希望香港繼續亂下去 這樣它對它的選舉有利 我們覺得這不是一個正常 不是一個負責任的一個對策 教授想請教一下 在年初的時候蔡總統 他其實就把這個九二共識 跟一國兩制把它做一個連結 導致九二共識現在看起來 有些人連碰都有點不太敢碰 你怎麼看接下來 這個部分要如何去做攻防 這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九二共識就是說兩岸高度敵對的話 我們現在是比對方小很多 對方的經濟已經是我們的22倍 不要講軍事 因此假如我們主動採取對抗的路線 我們肯定是遍體淋桑 因此台灣要怎麼樣 以兩岸之間 以對話代替對抗 以和平取代戰爭 這是一個淺顯易懂的道理 那因此九二共識是什麼 九二共識就說 兩岸可以開啟協商對話 對方願意根據這樣一個原則 跟我們展開協商對話 那因此兩岸就不需要去對抗了 你就可以對話 可以和平 不需要戰爭 那可是什麼是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中國大陸統一以後的方案 就假如兩岸統一了 那台灣實行我們的制度 他們實行他們的制度 就好像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大陸一樣 香港繼續實行以前既有的制度 那麼中國大陸實行他們的制度 這根本是風馬牛不相提嘛 一個是統一以後 一個是我們現在不贊成統一 我們覺得實際不成熟 可是我們反對兩岸走向對抗 那執政黨你有什麼本事 蔡政府有什麼本事 拿出來一個辦法使得兩岸可以和解 那些沒有 教授沒有錯 我覺得這兩部分 是大家接下來在2020選當中 要足跡的彼此要互相去釐清的 教授 謝謝你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教授 我們下次再見 今天是雙十國慶韓國語 讓高雄恢復榮光 這是高雄二十多年來 首次舉辦國慶的升旗 齊海飛揚 蔡總統在國慶的文稿大稱中華民國 這一次總統大選 蔡總統可以操作芒果乾 那最新的內容 都在六點的國民大會 不要轉台 謝謝收看 明天見 拜拜